在總統立委大選之前呢 台北市政府的多位首長先後提出了辭成 而預計2月1號生效 不過台北市長柯文哲呢 至今都還沒有公布接任人選 面對外界疑慮呢 柯文哲表現相當的淡定 沒有多做回應 凡是在下午的時候呢 親自前往2016年的台北年貨大街 揭開序幕 拿到好料先放進口袋 台北市長柯文哲逛起年貨大街 吃得津津有味 年貨大街全台第一站 為2016台北年貨大街展開揭幕儀式 還公布民眾最期待的猴年發財經圖案 充滿濃濃過年味 不過歲末年中之際 柯文哲為了選出年度有感市政 邀請民眾愛voting 卻因為投票規則和門檻 沒訂好印發冠票疑慮 要被逮到就完蛋了 所以應該相信他們不會去做 什麼奇怪的動作 料狠話好霸氣 但是大選過後 北市府的小內閣陸續傳出人事地震案 包括副市長周立芳 還有文化局長倪崇華 辭成2月1號就要生效 那缺由誰來補 時間到了你們就會知道 奇怪 為什麼他喜歡猜謎遊戲 我都沒有擠你在擠什麼 小內閣重組 柯文哲繼續賣關子 倒是前市長豪龍斌表態參選 國民黨的黨主席 柯文哲忍不住要說幾句話 這每個人的權利啊 我們也沒有資格講低評或什麼 中小平凡還算年輕吧 他有跟我抱怨啊 他說他沒有 他有候選的資格嘛 他就要中央委員才有的 你要問我的話 我們這給年輕人一個機會試試看嘛 藍營的黨魁之爭 柯文哲抱著看連續劇心態 希望給年輕人試看看 但同樣是人事問題 相信之下 對北市府小內閣缺額 卻始終不願表態